Minecraft小實驗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遙 歡迎回到我們的Minecraft小實驗 然後這一集 兔子有回來了啦 他還在這邊蓋了一個 不知道要瞎小 哈哈哈哈 Haman 快來看我蓋的王座 喔 真的叫王座是不是 Haman 這個王座會掉進來喔 他最近很愛學蠟筆小新 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們今天要來試一個東西 今天要來試盾牌能不能擋住煙火的爆炸 煙火會爆炸這個東西 其實在1.11.1版之後 才會對玩家造成傷害喔 這個是無害的煙火 現在的煙火的做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沒有用火藥球 那另一種就是有用火藥球的 沒有用火藥球的就是像這樣子 你這個丟上去 他會有那個效果 但他不會爆炸 然後如果我們用有火藥球的煙火炸下去的話 這樣子炸自己的話是會有傷害的喔 而且一次扣5滴血喔 蠻多的喔 不過這還不是最大傷害喔 你知道最大傷害是怎樣嗎 最大傷害是你穿上翹翅 然後你用有火藥球的煙火加速 最高可以扣到7滴喔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在一般狀況下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這個是煙火施放者自己造成的傷害 有沒有 欸 一次炸超多顆了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盾牌到底有沒有辦法擋住煙火的傷害吧 好 我擋看看喔 欸 沒有用欸 會打到欸 盾牌擋不住 盾牌擋不住 欸 擋不住 盾牌擋不住煙火的爆炸 擋不住 擋不住 哇賽 找到盾牌的克星了是不是 欸 這樣子UHC有新玩法啦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模擬一下UHC的狀況 我們現在所在的高度是124左右 上面的基岩這個是128 我們試試看兔子如果從地表放煙火 會不會對至高的人造成傷害呢 喔 太遠了 太遠了 他其實還在有點低的地方就爆炸了 目前這樣子高度 欸 這樣72 到80 欸 有 有 有 炸到我了 炸到我了 對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在玩UHC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到高度80左右 然後開始放煙火 對至高的人炸 你有機會炸死他欸 重點是 煙火盾牌的傷害是不能擋住的欸 不可能把上面全部圍住啊 你也要看敵人的狀況啊 可能還會留一個小洞吧 如果真的那個爆炸有穿過那個小洞 炸到他們的話 還是有傷害啊 好啦 各位 那我們今天小實驗就到這邊結束囉 煙火的傷害是不能用盾牌擋住的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想看的小實驗 或者是有趣的小實驗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